再次出現了一些本地的個案 是沒有外遊的紀錄 就是說在香港的社會 仍然是有傳播的風險 我亦都因此這樣 我就今天下午 就會召開我們的督道委員會 就是由我自己 也是擔任主席的督道委員會 去全面檢視我們現在的疫情 這些個案的追蹤 有什麼發現 源頭是否找得到 和現在已經放寬了的社交距離的措施 或者有人還想我們放寬的社交距離的措施 是否在這個時候 是適合來再放寬 當然也會檢視我們的檢疫中心 和病毒檢測的能力是否足夠 包括你剛才說的晉陽村 不過我真是 就是很希望我們能夠按照早前公佈 是還回盡陽村 是被等著公屋的居民入住 所以就能夠 應該是這個月 就在築高灣那些特設的設施 是應該可以落成啟動了 但是我要全面評估 我們希望今天下午如果我召開會議 我們有什麼具體的總結 我們也會第一時間跟大家交代 我們要來做一個人的確的確 我們要來做一個人的確 在這段時間下午 是一個人的確的確 感谢观看